听起来不像是朗诵 倒像是你自己内心的心理写照 理想的写照 就是说你信中所写 目前你还做不到 之前做过一些 然后近几年可能做不到吧 为什么 因为我生病了 生什么病 左颈骨上端恶心肿瘤 简称骨癌 你戴帽子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 对 因为化疗的原因 然后头发全都掉完了 现在是小光头 对 你看满脑门的汗 非常怀恋 以前没有生病的每一天 什么时候发现这种病症 就是在2016年8月份 初一军训的时候 然后跑不动了 然后腿大概肿到这么高 然后表面摸着很烫 骨癌非常痛 钻心地痛 是吧 剧烈运动之后就是特别痛 然后痛到你想哭 然后晚上也是痛到 不能就是这样平躺着睡 然后就是整个脸像床这样趴着睡 才能安稳地睡着 所以这一年多你一直在治疗 对 化疗痛苦吗 化疗挺痛苦的 吃不下饭 就闻到油的味道会想吐 也喝不下水之类的 当发现自己的第一缕头发掉下来的时候 你害怕吗 不害怕 就是化疗之后 眉毛掉光之后 就是自己偷偷在家画的眉毛 特别丑 就像那边 拉你小心 对对对 这段时间爸妈妈怎么样 生病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呢 他们几乎都是在医院照顾我 然后家里的经济状态不是特别好 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这一年多你哭了吗 哭过 有时候觉得化疗特别痛苦 然后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 有时候会看到爸爸妈妈哭 然后就强忍强忍着 然后等他们出去自己悄悄窝在被窝里哭 医生说这种病发展到最后会怎样 五年之内不复发的话 就算你痊愈了 就是自己不记嘴之类的话 有可能会病发或者去世 我还这么小 一定不能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没有 没有 是和医院的一个姐姐来的 我听编导说你自己也拍了一些视频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视频 随便 BLACK wirez行 失败偏 露击 走 是和 gives 不 unm 一、二、三 二、三